你见过会杀人的牛仔裤吗? 女人刚穿上没几分钟,感觉腹部振振不舒服,还以为是经济提前了 女人急忙跑进厕所检查,可牛仔裤竟然怎么也脱不下来 越挣扎,牛仔裤似乎越紧,女人越来越慌张 最后裤子直接勒断了女人的腰,随着一声惨叫,厕所雪花四溅 女人当场丧命,饱餐一顿后,机制的牛仔裤还竟然发现场清理的一干二净 干净的仿佛刚才血腥的一幕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杀完一个人后,牛仔裤多了一个写条,如果四个写到几满,那还得了 不一会儿,女人的同事走了进来,而厕所门口就挂着这条诡异的牛仔裤 被吸引的同事,只是看了一眼牛仔裤上的logo 使之这其中仿佛有种神奇的魔力般,深深吸引着同事 归是神拆尖,同事脱了身上的裤子,换上这条牛仔裤 可才刚穿上,这条牛仔裤就开始活泼了起来 当女人完全穿上后,牛仔裤开始跳起舞来 在控制不住的舞动后,同事一头扎进墙上的挂钩,二杀成功 牛仔裤又增加了一割鞋条 而厕所外的卖场内,却是另一副景象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因为明早将会举行店里最大的活动 而这块牛仔裤就是本季的主打品,所有人都在忙碌的上火 这时店长发现,接连有两名员工失踪后 便派刚来的小美去找人,小美先从休息室开始寻找 可里面没有人,紧接着小美来到厕所 一间一间寻找都没人,正当她要离开之际 在地上发现了一撮头发,仔细看 这撮头发好像是柜子里露出来的 当小美打开柜子后,她惊呆了 同事的尸体就躺在里面,样子十分残忍 小美忍住恐惧的心理找到店长 没想到店长看完尸体后,表现得异常冷静 小美惊呆了,你这表现得是不是太没人性了 现在出了人命不应该是报警吗 可把利益摆在第一的店长认为,明天的销售才是重点 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明天的店内销售业绩 因为明天只要这个店的业绩成为第一 那她将会成为区域经理 于是她开始POA小美 而作为信任的小美怕被炒鱿鱼 只好挺取店长的话 为了不引起恐慌,店长暂时引迈了这件事 两人将尸体扔进了垃圾桶 在店长眼里,没有用的员工就像这对垃圾一样 声调就好了 一路上,小美都迷迷糊糊的 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可看一眼店长,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还将露出来的手,直接人回了进去 不安的小美回到店内,观察着每个人 她不确定究竟谁是凶手 但她确定的是,凶手一定就在他们其中 男人以为,这是一条硬错logo的牛仔裤 于是想偷偷把这条裤子处理掉 谁知刚走到门口 这个神奇的logo吸引住了男人 他像是着磨了一般,盯着看了很久 随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想试穿 可他刚拉下牛仔裤的拉脸 裤子自动将拉脸拉回 搁动了男人的大拇指 但这还只是开胃擦 紧接着,牛仔裤跳起来 直接咬住了男的手臂 男人用力甩开 牛仔裤张开血喷大口 又一个跳跃咬住了男的另一只 男人在痛苦地尖叫着 可牛仔裤似乎还不打算放过他 他一下跳了上来咬住男的脖子 就这样,男人领了盒饭 牛仔裤又渗了一格血 这即是两个小时内 失踪的第三个店员了 店长只好自己去仓库找人 小美越发觉到奇怪,也跟了上去 不管店长怎么喊人 始终没人回答 当他来到仓库时 发现地上有一个奇怪的纸箱 店长慢慢靠近然后蹲下 可当他打开纸箱的那一刻 整个人被吓懵了 接着乖拉讲了一大堆话来安慰自己 偷更进来的小美好奇的上去一瞧 也吓得不轻 店长一把接小美拉坎 为了明天正常一夜 让自己成为销罐 对小美谎称 这只是整人道具 小美猜不傻 她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同事 说着就要去报警 没办法 店长只好一棒将小美打晕 十二点到了 大门开启 人气网红主播走了进来 准备直播一小时 为明天的销售做预热 当他看到墙上的牛仔裤后 喜欢的不得了 这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 手上塑形牛仔裤 牛仔裤听到有人这么喜爱自己 于是主动出站 直播开始 网红还没正式开始介绍产品呢 身后的牛仔裤突然动了起来 下一秒 在众目睽睽之下 牛仔裤又成功杀了一个人 他跳上桌子不再隐藏自己 看着满店的服务员 烈杀时刻到了 他先是扑向网红的摄像师 一瞬间尖叫声刺起 车里所有的人都跑不了 当经理匆匆从仓库跑出来后 发现店内一片狼藉 不见一个人影 只有一条牛仔裤在地上清理血迹 他慢慢关上了门 然后快速朝监控室跑去 他跑声惊到了牛仔裤 他知道这里还有人 于是躲了起来 店长跑进休息室后 立马关上了门 当他看到手里拿着那条同款牛仔裤后 一把将他扔了出去 见到店长进来 房间内的女人便想离开 店长急忙阻止 反正是自己的死对头 店长便没再阻拦 女人出门 拾起地上的牛仔裤扬长而去 随后 他成了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 另一边 魏达云的小美醒了过来 他来到卖场 却安静地可怕 这后地上的摄影机 发出刚才录下来的声音 他拾起一看 看见了牛仔裤杀人的一幕 根据摄影机里的线索 他找到了幸存的小黑 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两人随后朝监控室跑去 店长听到小美后 便开了门 小美当即检查了监控 结果发现了令人喊战的一幕 看见了吗 牛仔裤间跟着 女人耳机里的音乐翩翩起舞 女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随着女人耳机里的音乐停止 牛仔裤也停下来 当女人离开后 牛仔裤似乎盯上了面前的假人 牛仔裤用假人的手沾上鲜血 然后在眉心点上一个红点 回看这一段监控 小黑只感觉毛骨悚然 小美注意到 牛仔裤好像对小黑手机里 宝来屋的歌很感兴趣 小美用广播当即播放了一段 果然 牛仔裤在监控里 随着音乐舞动 当音乐停止后 他听到监控室里有声响 于是用力地撞门 随后音乐再度响起 牛仔裤又翩翩起舞 这下他们根据牛仔裤 喜欢把来无音乐 和额头上的眉心点来断定 他应该来自印度 正好小黑会印度语 小黑问他是谁 究竟想要做什么 牛仔裤竟然听懂了 把自己想说的话 在墙上写了下来 随着一行行血字 一段悲伤的往事浮出水面 原来 他本是一个叫奇拉的13岁女孩 迫于生活的压力 他在一个棉花工厂里 夜以继日地工作 可有一天 奇拉在将棉花倒进小半机时 她的头巾不小心被卷了进去 小半机的巨大拉力 让女孩无法挣脱 没一会儿功夫 女孩整个人就被卷了进去 可一个同工的消失 丝毫没有人在意 这批血汗棉花 依旧被卖了出去 做成了牛仔裤 奇拉只想还自己一个公道 将这件事告诉所有人 而这个身受广大年轻人喜爱的潮牌店 表面打着绿色环保的旗号 其实连最基本的质量都不能保证 在这时 小黑也说出了一个真相 这个所谓的名牌潮牌店 质量也并没有这么好 这条牛仔裤的成本只有5元 却能卖出150元的高价 小美和小黑觉得 一定要帮帮这个可怜的女孩 两人拿起相机走出了监控室 奇拉为了表示感谢 深深地聚上了一功 小黑拿起相机正准备录香 使着店长拿着灭火器冲了出来 奇拉被吓得慌忙逃窜 事情已经发展成了这样 店长还是想隐瞒事实 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份 威胁小美 小美不会再被POA了 她和小黑坚持 想帮助奇拉讨回公道 店长却把两人关进了 装175条牛仔裤的仓库 逼着他们叫出相机 她不允许这件事公之于众 两人商量过后 决定还是要帮奇拉 店长只好跟了进去 很快 她根据耳机里的声音 找到了小黑 为了抢回相机 直接一刀刺死了她 拿到相机后 店长这才发现 里面的内存卡在小美那儿 随后店长又找到了小美 她死死勒住小美的脖子 这时 所有血汗牛仔裤 都苏醒纹身赶来 此时小美已经运了过去 而店长将会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团端几分钟后 她被啃食地 只剩下一具白骨 而小美也醒了过来 却不敢动她 等所有的牛仔裤走后 她找到奇拉 希望她能停止杀戮 自己可以帮她讨回公道 可奇拉已经不再相信人类了 所有的牛仔裤排列整齐 时间来到早上八点 大门自动解锁 疯狂的周一来了 门口围满了顾客 小美赶紧用力地将门堵住 可警明她一个人的力量 实在难顶顾客的热情 最终小美被推倒 追求潮流的顾客 一窝蜂地闯了进来 没人在一位正眼 倒在血泊中的小美 随后一声声尖叫传来 所有人无一身还 而小美也因为 撞到头大出血 没了呼吸 把利益放在第一的企业 终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